因遭受今年第16号台风凤凰的袭击 浙江省温岭市由2万多亩果蜇发生不同程度倒幅 经济损失严重 灾情发生后 蜇农们迅速开展生产自救 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 今天一大早 果蜇种植大户廖林初和郑美平夫妇 雇佣了70多人 把被台风凤凰刮得东倒西歪的果蜇重新扶植 老廖对记者说 今年他们种植了170多亩果蜇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精心栽培 国庆过后就可以收割上市了 没想到台风凤凰来袭 使他们遭受直接经济损失十几万元 面对灾情 广大蜇农在积极开展生产自救的同时 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出台政策 将果蜇列入农业保险项目 使他们降低生产风险